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書屋 我們需要就是909的長度 然後175mm的寬度 14mm的厚度的板子兩塊 一只手具 需要一個捲尺 需要一支筆 然後需要一個直角龜 需要一張紙 然後要釘子 還有木工膠 還有你喜歡的顏色 這些都可以在特立屋買到 基本上我們要做一個書屋 我們就是要先有一個構想 我先畫出來 然後呢 把尺寸先計畫好 譬如說這裡要做的高度 30公分 我現在來畫 我需要的尺寸的部分 譬如說 我先畫 我這個書屋的 這個背板的部分 我背板的部分 是長這個樣子 我們這邊如果是用 45度 畫一條線過來 這邊的高度呢 大概就是有88mm 所以呢 我們就拿一個直角龜 量88的地方 畫一個點 把它畫一條線 那我們就在這邊 就是它的這個一半的部分 所以就是87.5 我們畫一個 做一個記號 這個斜度畫出來 我們這個書屋的尖角 我們就出來了 然後我們這邊呢 從斜度下來 我們要做30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呢 再畫一個 做一個記號 那我們就把它做一個記號 那這就是我的背板的尺寸 畫完了我們的背板 就是這一塊 那我們就再來看 左側板跟右側板 它們其實是一樣的 但只是它們這邊上面的斜度不一樣 這裡到這裡 我們是用30公分 那我們做一個記號 那我們把它畫一條線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鋸的線 這兩片呢我們是用一塊板子 然後呢我們切一個斜角 那我們就會有兩片 就是都有斜角 我們就要畫 再畫這一個斜角的部分 30公分 我們就把它延伸到這個地方來 讓它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在 因為這個的厚度是14 所以呢我們從這裡再畫一個 再標記一個14的記號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把它連起來 這樣子就是45度的部分 我們量量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這裡到這裡是30 那我們這裡到這裡也是30 所以呢我們就再量一次 好 然後我們再把它做記號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切掉的部分 畫過來我們也把它延伸到這邊來 等一下鋸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我們剛剛畫了背板的部分 然後左側板、右側板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畫它的頂蓋板 我們大概想要它斜多少 比如說我現在是14公分 然後就是從這裡量過來 14公分 我右邊的這個頂蓋板呢 那我就是再量一次 我右邊是做到這個地方 然後左邊是做到這裡 所以呢我右邊要再加上 這個厚度的部分 所以就是15.4 這個就是我的頂蓋 再來呢我們就是剩下 我們的三片的層板 我們的板子 從這裡到背板的距離呢 就是15.6公分 那寬度呢我們就是跟背板一樣寬 所以我們就從這裡量過來 15.6公分 那我們好了以後呢 把它畫過來 那我們的材料就都有了 我們畫好線以後 我們現在開始要來鋸 那我們可以在現場買到像這樣子的鋸子 那我們現在就來先切 背板的這個斜角 盡量讓它我們要切的這個線呢 對著你的身體 這樣就會比較好切 用你的指甲稍微頂住鋸片 讓它在線上稍微滑動一下 滑出一個線條出來之後呢 它就會比較容易在你要的這個線上面 好接下來我們側板呢 它這邊是一個斜角 所以我們改用比較小隻的工具 你可以在側邊的地方先把它鋸一個角度出來 好兩片的側板就完成了 好我們鋸完了以後呢 我們先比對一下 OK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 把一些比較粗糙的地方 那我們用沙子把它打磨 那沙子呢 你可以看背後有粗、中、細 幾個號碼 那它這邊有60號、80號就是所謂的粗 然後呢 100號到150就是所謂的中 然後細呢 就是所謂的它的磨起來會比較細的沙子 那我們可以看你的程度 看你鋸的這個粗細的程度 然後來使用 那我們現在鋸得還OK 那我們就用240的來磨 那沙子拿來呢 你把它對折 把邊角的地方呢 稍微把它磨細 好 好 那我們磨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來開始準備 背板跟兩個側板之間的黏合 那我們呢 要準備的就是木工白膠黏木板的部分 那我們準備鐵釘呢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歡 你可以用鐵釘或者用銅釘 這次呢我們就是使用銅釘 因為這個是1.4個公分 那我們就找它是1吋的銅釘 那我們先可以在平的地方呢 先把銅釘先釘下去 好 我們再加上膠的話它就會更老 那我們膠呢不要塗太多 那我們就把它黏上去 我們是後面平的部分 我們確定好位置了以後呢 你可以就把它釘上去 好 那我們再把第三個釘起來 基本上就完成了背板 還有兩側的側板 那我們再來呢 就要來做我們的 底板跟隔板的部分 我們把比較平的那個面 我們就把它朝外 先把它布膠 然後呢 我們把它稍微往外推一點點 好 讓它可以進去 跟前面切齊 可以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釘起來 底板好了 再來就要做另外兩片 那另外兩片呢 因為可以按你自己所需要的空間的大小 來做規劃 那我們就要用尺來畫一下 我們這個空間呢 我想要用7公分 那我就從這裡量到底板的部分 7公分 那我做一個記號 然後這個板子的厚度呢 是1.4 然後就在1.4的地方再做一個記號 那這邊也是一樣做一個記號 那我ok了以後呢 我就準備上膠 把它黏起來 然後把另外一片 也上膠 那我就 先 放一片 就調整到我需要的位置 然後呢 就把膠擦起來 然後呢 就把膠擦起來 然後移到 正確的位置 讓它能夠平 好 那我們移到正確位置之後呢 我們就要用釘子 把它固定起來 有時候會 一邊突出來 然後一邊凹進去 那沒關係 我們先把 我們要釘的這一面呢 先讓它 是平的 然後我們再把那一面 再推進去就可以了 我們先固定前面這一個部分 我們會把它稍微推進來一點 好 壓平 然後呢 把它釘下去 前面兩個釘好了以後呢 我們再確認一下 裡面的位置 是不是正確的 那我們就是 可以 這樣子量 比如說我這邊 跟這邊的高度是一樣 那如果不一樣的話 把它調整一下 那可以的話呢 我們 我們 就把它 移過來 然後我們量呢 我們這個釘子的位置 10.5公分 那我們就一樣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也是用10.5公分 然後我們就會是 正確的 釘子的位置 就不會釘錯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一樣 10.5公分 然後我們這邊也是 就是畫10.5公分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是釘子的位置 好 然後我們底下這一塊呢 我們就 好 目視的部分 看它這邊跟這邊的距離 好 是正確的話 那我們就一樣 在這個地方把它釘起來 好 好 我們量這邊是 9.3公分 好 這邊也是一樣 好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頂蓋板的部分 那我們頂蓋板呢 再看一下 我們是 這樣子 黏 釘接 然後我們會這樣子 放上來 好 那我們OK的話呢 要打釘的那個部分呢 我們先來把釘子放上去 那我們OK 我們就把它 一樣 上槍 我們讓它前後跟上面平 好 好 那我們就把它 蓋上來 好 那可以的話呢 我們就 把它 塗膠 好 那我們 都釘好了以後呢 我們等它 乾了之後 我們還是用 沙子 稍微把 一些 你覺得 零零腳腳的部分呢 你把它 稍微打磨一下 好 那 你覺得 不夠細緻的部分呢 你就把它 打磨 也是一樣 用大概 240的沙子 把它 磨光 那磨光之後呢 你可以依你自己的 喜好 看你要塗什麼樣的顏色 然後在油漆的部門呢 你可以去配色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 這一個製作 好 謝謝